腾飞的降龙 充满回忆的葫芦娃 画面中这些栩栩如生的画作并不是某位艺术大师的作品 而是由一株株水稻所拼成的稻田画 近日 正是沈阳水稻的播种时节 记者就来到画面中稻田画所在的位置 探访当地是如何制作出如此精美的稻田画的 当记者来到沈阳市沈北新区稻蒙空间景区时 正好赶上景区工作人员正在制作稻田画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稻田画的制作 先要从画图打点开始 打点的方式分为两种 一种是利用GPS 另一种则是利用画线器 到电画首先要打点或者是网格两种 现在我们插这个 现在插阳的是网格的 那边有竹竿是打点的 打点呢 从我们从4月的25号 大约在20天时间吧 需要是给每幅画定位打点 然后再进行插阳 打完点后 到了5月份 工作人员就要开始繁琐的插阳工作了 为了让最终的效果更加完美 在机械插阳已经普遍的今天 工作人员仍旧需要一株一株的手工插阳 并且景区还需安排专人进行监工 在工作人员插阳的同时 有专人对每个点位所插阳苗的颜色进行规划 定点之后 我们这个尺都是有标尺的 然后根据这个标尺间进行插阳 然后它每一个点插的阳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1到5是什么颜色 6到10是什么颜色 按照这个点进行插阳 然后这呈呈呈现图案就是我们想要的理想图形 完成了上述工作之后 一幅幅稻田画的雏形就已展现在了人们的眼前 不过要达到最终的效果 工作人员还需实时进行修正和看护 据了解 盗梦空间所在的区域是西伯族的传统播种地区 而西伯族很早之前就有种植彩色稻田的记载 如今 这里种植的水稻颜色已经有十余种之多 这也让越来越多的图案制作成稻田画成为可能